美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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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第二部份的美的方程式 今節的主持有我Alan 相信有很多女士 都會時刻去買些護膚品 去為自己皮膚 塗些東西去裝美 但只是護膚品塗 是不夠的 其實身體裡的調養 都很重要的 說明身體調養 即是要吃下肚 究竟吃什麼才去滋補養顏 其實養顏也有三寶 今天我們很高興 請到黃博士Dr. Wong 上來為我們講解一下 什麼是養顏三寶的 你好Dr. Wong 你好 你好 究竟什麼是養顏三寶 在於我來說 我記得會想起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燕窩 然後第二種就是花膠 再來就是一種叫做雪甲膏 這三種我會稱之為養顏三寶 首先講一下燕窩 燕窩 其實燕窩是怎樣得利的呢 燕窩其實就是一些金絲燕的褪液 俗稱即是口水 這樣就會有分兩大類 燕子來講 他們在四月那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預備 敷彈 或者開始捉巢 這個巢就會 形成一個窩型 我們就會叫它做燕窩 即是它在捉巢的時候 做了一個窩就叫做燕窩 就是這些 其實它的功效是 我聽到很多女士們都要吃的 沒錯 他們就可以達到養音 潤肺 也可以是化痰止咳的功效 嗯 他們的種類有些什麼 有哪幾種 有分幾種 他們初初第一次的退役 可以釋放出來 他們就會製造一隻叫做白燕 即是眼前這些白燕盞 是的 再下來 當有一些採收工人 這樣摘了這些白燕盞 他們就再討一次退役 出來捉第二個巢 他們就會有一隻叫做黃燕 就是這些 就帶有黃色的 如果當中帶有一些血 或者帶有紅色的那些 就會叫做血燕 這些就叫做血燕 沒錯 即是紅色 這些是否比較珍貴少少的呢 血燕 是比較稀有少少的 為什麼它會出現有血的情況出現呢 因為他們經過第一次的分泌退役之後 接著他們再來第二次 所以比較稀少一點 所以也沒有那麼多釋放出來 所以就會比較珍貴一點 好像說燕窩也有分動燕和屋燕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動燕和屋燕 其實動燕就會比較天然 就會在一些山洞裡面 燕子就會覺得那裡的氣候比較潮濕 或者適合他們捉茶 就會在那裡捉起燕窩 屋燕就會主要是經人手 搭建一間屋 然後燕子會飛進去捉茶 那通常燕窩的原產地會是哪一處比較多 原產地有幾個地方 主要就是回繞東南亞地方 有越南、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 那這四個產地就會比較多 就是燕子通常在幾個地方才會做到燕窩出來 是 香港會不會有一個山洞會做出來 不會的 暫時未見到 如果有我們也很有興趣想去看看 那其實浸燕窩我聽說人家都很麻煩 是不是 其實就一點都不麻煩 不麻煩 那我們就分種類 那譬如白煙大概兩至三個小時 那這個也是一個比較蓋過的時間 那黃煙大概是三至四個小時 那血煙來說就會比較久一點 就要四至六個小時去浸發 那浸的時候呢 那也都是需要不斷地換水 那譬如是一至兩個小時那些 那些呢 譬如是小一點 一至兩個小時那些 就可能說每個小時換一次水 那這樣 那其實呢 主要就是令到它可以更加吸收到更加多的水分 或者浸發得更加好 那那除了換水之外 有什麼要留意呢 有沒有說它發到什麼程度 或者那些燕窩怎樣發到去 可能六個小時之內已經 原來可以不用浸那麼久 那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呢 那其實就是看回它浸完之後 會比較開始散身了 或者你看到它比較通透之後 看到一絲絲 那這樣就已經是 為之已經是浸發完成了 那怎樣為 令我們觀眾 可以懂得選一些漂亮的燕窩呢 Doctor王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好 其實這些都我看到都挺漂亮 是嗎 是啊 就是清晰可見 就是看得你現在都看到 一條條坑 一條條坑 那一條條坑 那一條坑也要夠大 那譬如你現在手上拿起一隻 就是要闊一點 對 對 還有有些肉 那都留為厚身 都是一隻 都是一隻上乘的燕窩 哦 那有沒有說 那些不好的燕窩 可能會煮出來會變了別的東西 就是浸完出來 爲什麽不能浸兩個小時 可能不漂亮的 就變了一個小時就發到 不知道變了什麽 那可能你買那隻就不是燕窩 哦 就會是一隻 侵襲了一些 譬如豬皮 一些其他成分的 就是一隻假的燕窩 哦 那真的燕窩呢 就是捏下去是 有些肉質 還有有些坑紋 是啊 還有就比較乾爽一點 比較乾爽一點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如果譬如一些這樣 我看見都很有趣 Dr. 是 這個是一個角的 是 這個是為之我們叫做燕角 哦 好有趣 尖 尖尖的 燕角為什麽有這個名稱出現呢 那其實好像人住屋那樣 人的屋就需要打樁 是不是 那譬如燕窩來講 那他們燕子 首先觸巢就找兩點 那他就首先 退役他的腿液 就會響那兩點鐘 然後就這樣 就會不斷 來回循環 這樣去 將那些口水 積個潮出來 哦 所以呢 很多他的有效成分 都集中在燕角身上 哦 這些就是精髓 沒錯 現在拿著的都是精髓 哦 那有沒有說 血燕角 或者黃燕角 因為說燕角就燕角 那當然有啦 因為呢 我們都會進行一些修緝啊 或者是令到他的盞形更加漂亮啊 那當然來講 如果你剛才所說的都會有 但是呢 一般來講都 白燕為之多的 哦 那這個好像棉花 那這些很有趣是什麽來的呢 這些就是一些燕條 是嗎 那就是有時候有些燕盞 那當然未必說有全隻 那麽完整啦 嗯 那其實都是它的 是它的碎來的 哦 那其實整燕窩的時候 有什麽的煮的方法 會令到燕窩又好味又健康呢 啊 簡單來到去烹調 這樣就會是最易吸收 也是最容易是令到那個食料是有效 帶出來的 那本身最簡單就是用冰糖去煮 冰糖和燕窩 是的 也聽到了 那我們就會是把浸發好的燕窩 這樣就不要直接用火去煮 那我們就通常會用燉的方法去煮 燉的方法 然後就把浸發好的燕窩 就放進去燉 大概燉半個小時 這樣視乎的份量 大概就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差不多可以 這樣15分鐘前就放些冰糖下去 令到它用就可以吃了 那冰糖的份量就因個人喜好 你喜歡吃甜點就變了 沒錯沒錯 那有沒有黃燕或者血燕煮燉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還是一樣的 都會一樣的 都是半個小時左右 是的 反而是你預先的那個處理程序 就是浸發時間就會有分別 浸的時間有分別 對 那大部分都是冰糖燉燕窩 就是沒有第二味 有沒有第二味 那我看看會不會你用鹹去吃 就是可以用來煮湯 哦 正常來說燉燕窩就正常 但是你去研發一些新的菜式 都沒有防的 會不會影響到呢 譬如我別人吃甜 我去吃鹹會不會影響到它的功效呢 那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是的 因為它本身都有含大量的蛋白質 所以其實鹹食或者甜食 都一樣是對身體有益的 那如果我真的當我不會煮 我就是不喜歡用冰糖去煮的 那其實我會不會用了某一種方法 會真的令到燕窩的功效流失了呢 這一層又不會 如果你這樣說 就是想不直接煮就直接買來吃 不是 就是我不會拿去煮湯 其實會不會煮湯會令到它 人人都是燉的 你去煮會不會令到它 有些甚麼東西影響到它的功效呢 哦 這樣不會 那其實呢 或者甚至乎 一直以來都聽說 要來煮粥 是不是 那燕窩粥 其實也不會令到它的有效成分會流失 它最主要就是它含豐富的蛋白質 它令到皮膚可以重新 亦都令到皮膚有彈性 所以其實剛才所說的那一樣有效成分 或者那種營養價值 這樣就不會流失 那那些燕角呢 我看它都好像硬身一點點 會不會要煮久一點點 反而亦都在說那個浸法時間 喔 燕角要浸多久 燕角是需要浸大約8至12小時左右 哦 都算是最長的一種 是呀 是呀 因為如果你剛才摸上身 都會覺得它是比較硬 硬身就是慘手 那就是每一個煮法都是半個小時左右 你燉下去就半個小時 無論是甚麼燕都好 是呀 是呀 那我看到另外有一些 就是這些是叫做花膠 是嗎 嗯 那花膠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本身 花膠其實就會是在海洋裏面 那特別是幾隻魚的魚類 它們裏面的魚肚 是呀 其實魚肚 也是造成叫做花膠 那如果是說那幾隻魚 那有大黃魚 小黃魚 或者是中華沉 那這幾隻魚 裡面它們都有 有花膠 或者魚肚 那見到為甚麼有些大塊 有些細塊 其實是有些 是不是有分別的 兩隻 那這一個呢 我今天就拿了一些 是公的魚肚上來 那這樣 即是紅性的魚 沒錯 那其實應該首先就說回 其實花膠都有分 公和那 對 那公來講 這樣就會比較 厚身一點 那如果是在燈照下去 就會呈成一個半透明狀態 那 那 越厚身越好 當然 那 那 其實它就會是厚身 那 還有呢 都會有很多細的網紋 那這些就為之 比較好的花膠 這個就是公的 那鯊的呢 即是隔壁那隻就是鯊的 就是鯊的 鯊的 這些就是叫做花膠筒 噢 那就是一些 不同的魚所出來的魚肚 那比較是魚靈較淺 嗯 小隻一點的 小隻一點的 那還有就是 比較初身一點的魚 這樣 那你剛才就說分癡性和紅性 那有沒有說癡性好一點 還是紅性好一點呢 如果食用的方面 其實分別就不會說太大 只不過呢 口感上高就會有分別 因為如果黏性的花膠來講 那它那個 身就會是比較薄身一點 就是肉就會比較薄身一點 那還有吃下去的口感 就會比較軟一點 軟一點 那如果是公的魚肚 那這樣就會比較爽口一點 嗯 即是所謂的口感就咬下去爽口 單牙 是啊 沒錯 就是膠著那些 是啊 這個也是本身花膠所標榜出來他們的功效 嗯 那 它的功效裏面其實是包含什麼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是 是不是它因為膠的膠質 就令到面部皮膚的骨膠軟 可以補充到呢 咦 你也可能略之一意 也有細心研究過 我沒有細心研究過 不過我聽過一下 是的 跟我們觀眾分享一下 其實為什麼花膠其實這麼多人吃呢 哦 為什麼這麼多人吃呢 因為如果是花膠它本身就有豐富的蛋白質 那還有它也有這個叫做膠原蛋白 那譬如現在很多女士 會特意去買那些一瓶瓶去飲那些 那這些就比較天然的食材 那膠原蛋白最主要就是 令到皮膚的組織 那樣就會是令到它 可以令到更加有彈性 更加軟滑 那這樣的 那從而呢 也都是可以幫助到 日常譬如我們 一般女性 其實過了25歲之後 那中醫學來說 叫做天葵 那其實就講到 腎啊 那或者 或者簡單點來講 就是一般人的新陳代謝 或者精力 那這樣就開始 隨著25歲之後 就慢慢去減弱的了 那 而 為什麼會提及到這一樣呢 就是說 這個膠原蛋白 就可以補充你身體裡面的膠原 除了可以幫助到你強化骨落之外 也都可以幫助你皮膚 就會是更加有彈性的 那所以呢 就說 其實 差不多這個時候 25歲之後 已經是可以開始吃飯 那有沒有說 那個吃法是 吃得多 多少度為之有效呢 那 那 我一向都會主張是小吃的 就是不用太多 不用太多 但是呢 反而是 是慢慢慢慢不斷地 這樣定期吃一下 那其實這些花膠和花膠筒 其實那個煮法 會不會都是差不多呢 啊 又是 講這些天然食品 前處理的工作會是比較 比較著眼一點 就是要浸一下它 是 沒錯 這樣就會是 需要浸的時間又是有不同 那 譬如講這一隻 叫做 窄膠 嗯 那我們需要浸的大概是 超過12小時的 要12個小時 要12個小時 亦都是視乎它大和小隻 如果大隻當然還要再久一點 那如果花膠筒來說 那至少都要浸 都有6個小時以上 即是6至12小時以上 哦 即是你吃花膠之前 其實都基本上要隔夜浸 是的 睡醒才煮得差不多了 是的 那浸淋了之後 再煮滾一些 放了薑和蔥的水 煮滾之後 就放一些浸了的花膠下去 嗯 那就匹回那些魚腥味 哦 都會有味道 是的 然後再把它過水 就可以備用了 哦 那其實煮法方面 有沒有特定要炒 要煮 要煮 這樣煮 那現在見很多食市上高 有些就要來炒 有些要來炆 那些要來炆 那他們首先做好前廚的工作 但是譬如我們中國人最喜歡 就是喝湯的 那我們就可以配一些 譬如厚頭菇 比較滋潤一點的湯水 哦 即煮湯的療效 就配合一些藥材 那就可能會更加見效了 是的 或者是一些八盒 杞子 那就是 其實我說這些 都是比較屬於滋潤一些的食療 嗯 那其實花膠可以 其實譬如我當炒菜 可以配些什麼東西吃 或者是有些什麼東西 不可以混在一起吃的呢 其實就沒有特別的 因為本身它自己就 不會說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本身不是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所以你配什麼食療呢 都可以 而且它也不會說太過燥熱 所以呢 譬如說 當然你不會拿去炸的 除非 是想搞搞新意思 那絕對不會 沒有人浪費了 都不便宜 那些東西 對不對 那煮法那裡就說了 其實有什麼特別 要注意的呢 煮的那時候 就是花膠有些什麼 可能煮得不好 就會禍了 這樣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可能就不會說 即如果你已經浸發好的花膠 這樣就不會說 將它再煮得太久 嗯 那因為本身你已經浸到它 一定爽口 或者已經有一定的軟生程度 那所以你 譬如說 你將它要來炆的 這樣你不會說 再將它放在鍋裡 炆兩至三個小時 那可能你到時 已經不見了 花膠已經融了 哦 會融嗎 如果煮得太久 會啊 會慢慢地融 哦 那融了會不會更多膠質 會 那一定會 但是你也要喝了 哦 已經看到有一個 就 現在我看到 這個就是第三部 應該是雪甲膏 是 沒錯 其實為什麼會叫做雪甲膏呢 那個名字是怎樣來的 好的 那雪甲膏呢 怎樣呢 它就是 其實 是一隻叫做蛙科的動物 那就是特別在這個 中國臨蛙或者黑龍江臨蛙 它們的雙館來的 哦 就是青蛙那些蛙 一隻隻會跳那些 是的 我以為真的是白鴿那些雪甲 不是不是不是 那為什麼有這個雪甲的名稱呢 那其實呢 就是在這個中國的東北的長白山那裡 那它這些珍貴的蛙 蛙類的動物呢 那就由於它們到初夏之後 它們就要冬眠 就是要睡覺 那它就會躲在一些雪地下面 或者一些深寒的潭那裡 這樣就會進眠了冬眠 那一冬眠就冬眠到五個月那麼久 但是它們又會很耐冷 那所以呢 它們就有這個名叫做雪甲 嗯 那其實雪甲 那些蛙類會不會跟那些叫什麼 甲乖 是不是那些東西 那你也 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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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一點的甲乖 那其實呢 它們有個名字 如果在廣東人來說 就叫做雪甲 那東北人來說 它們就叫做哈摩 哦 那如果雪甲高來說 就叫做哈士摩油 哦 那其實哈摩就是 就是等於雪甲的意思了 是的 那它們通常就會是 拿起了 就是將它們煮了之後 然後再過一晚 然後就劏開它 拿了那些雪甲管出來 哦 那其實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 有什麼方法去浸 它會 會好吃一點 哦 那通常都會是浸幾小時 就是 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 你看到眼前這些顏色 就會逐漸變白 就好像 雪一樣 對 就像雪一樣 就會變成 一塊塊 會浸大也有十倍左右 那其實應該是怎樣煮的呢 怎樣煮的呢 怎樣煮的呢 那其實最主要呢 都會是 配上一些燉湯 譬如冰糖 再加木瓜 就會燉雪甲 哦 即是好像 類似燕摩一樣 都是冰糖燉 不過它可以加些配料下去 是的 那這個可以加多一點配料 也不要緊 哦 不要緊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也都帶回一點甜味 因為本身它都沒有特別的味道 它完全沒有味道 是的 哦 那有沒有說吃完有什麼特別的功效 雪甲糕 哦 它本身的功效呢 就是根據中藥的文獻 例如中華本草 那它就說 雪甲糕可以補腎 還有也是可以止血 消腫的功效 那如果說講到養顏那方面 那由於它有一個很豐富的蛋白質 也都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它有這個 有少許脂肪 那這樣 再加上呢 它有一些是叫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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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可以幫助到 一些人就會達到這個養顏的功效 那其實你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人是特別不應該 就是不可以吃這些東西的 就是就算你想漂亮也沒有辦法 你不吃得了 那這樣 有沒有那類的東西 其實沒有的 那其實呢一般人都可以吃到的 那首先說燕窩先 那其實男士女士都可以吃的 那其實本身它都是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那也是幫助你皮膚更加 那也可以是防暗瘡 那還可以是防暗瘡 那還可以是防暗瘡 防暗瘡也可以 是 那其實年輕人都可以吃的了 那不要說成熟的女士 或者怕老的女士 那絕對是 那現在已經推崇給小孩子 或者是老年人 應該是多吃燕窩 那其實以前呢 我媽媽小時候煮完燕窩 那我媽媽就說 欸小孩子吃什麼 浪費了些東西 那其實小朋友吃燕窩 會不會真的浪費了去呢 我其實絕對不會 因為現在都非常標榜 說適合老年人 或者是小朋友吃 老小孩 老小孩 對 甚至乎不要說小朋友 其實是寶寶 就是寶寶 寶寶出生都可以 對 就是一歲以後就可以開始給他們吃 因為他發現也是相當有益 那如果有些比較貪美一點的 就是幾樣東西一起吃 那其實會不會吃得太多 就是不好的 或者幾樣東西合起來 會有反效果出現的呢 我其實絕對沒有 因為這三種都是屬於 就是滋陰 養陰 亦都是 不會說三樣吃完都不行的 反而呢 他各有所長 那燕窩呢 他就有豐富的蛋白質 那花膠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而薯甲膏也有 他有一些 血蒙 那這樣 所以三樣一起吃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嗯 那會不會說 有時候 看到這些都比較脆脆脆的 其實熱氣的人 是不能吃的 譬如我熱氣 那會不會關事的 那不要看這隻 其實他不是薯片來的 哈哈哈哈 那熱氣的人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反而他因為達到 滋陰的作用 所以呢 其實反而熱氣的人 吃這些 就會令他身體調和 哦 即是反而更好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的 總之基本上 你想漂亮就吃得 你想健康就吃得 總之 從中語角度 由內到外散發出來的漂亮 就比起你只是 只塗 棉膜那些 就比較好一點 是嗎 應該呢 如果是真的想 漂亮的話呢 是應該由這一步開始 就是吃這些 這樣 鹽窩 花膠 或者水藥膏的食品 就應該由內 就是調理 這樣到時 就不用擦 那些面膜都漂亮了 今天真的很多謝 Dr. Wong上來 為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珍貴的養顏的食材 那些滋潤三寶 在這裡 那如果不是你跟我說呢 我到現在都可能 爬爬烏都不知道這些 什麼叫做 演角 那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下一次的美的方程式再見 拜拜